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沛恩主持 各位朋友欢迎你收听欢喜自在 今天直播书里面我们很开心 有我黄慧和杨沛恩 因为我们今天心灵花园和欢喜自在在做年播节目 我们直播书里面也请到惠欢法师 惠欢法师何许人也 或者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吗 师傅现任佛光山扬州监真图书馆的执行长 也曾任佛光山中务委员 佛光山刀监院院长 佛光山崇林学院院长 佛光山资讯中心主任台南港堂的主持 高雄佛教堂的主持 全部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职位 但是原来我们的惠欢法师呢 今年只有45岁 那就是18岁就出家 那就是现在出家都是二十几年了 已经 那我们首先呢就是 再一次欢迎 惠欢法师 欢法师 你好 阿彌陀佛 大家好 大家聚聚 哇 大家好 大家好 师傅用粤语帮我们欢喜召咒的听众朋友打招呼 一会儿不知可不可以 就是师傅跟我们讲多一点的广东话 我呢就用粤语文的师傅 我相信师傅听得懂 不过师傅会用国语 给大家回答 我会重点帮大家做个翻译 我想请问就是师傅 你著作那本《自在》 即是《人生必修七堂课》 是非常受读者的欢迎的 内容就是深入展出 分析人生在不同情况之下 要处理的情绪问题 我们多伦多佛光山的主持 永古法师也都经常鼓励我们 在这个电台节目赚稿的时候 都要多参考你这本著作 我想请问师傅 在这个七个范畴里面 有哪些是你亲身经验 有哪些是你研究所得到的呢 师傅 七个主要就是情绪管理 我七堂课它是有顺序的 第一个就是要先学会 怎么样管好自己的心 这个情绪管理 然后接着有这个 亲子教育啊 人际沟通 还有这个包括感情观 等等这些问题 沟通艺术 还有最后面的忧郁症的 这个问题跟自杀 怎么处理自杀 还有这个自杀的预防 的这些问题 那你说这些 哪些是我的亲身经验 我想自杀没有亲身经验过 忧郁症也没有亲身经验过 这个感情也没有结婚 也没有亲身经验 亲子教育呢 这个家庭也没有结婚 也没有亲身经验 那沟通各方面 其实我的经验 都是来自于佛教 给我很多的智慧 给我很多的佛法 还有呢就是 我做了很多心理咨询 做了心理的辅导 这些里面呢 我学到了怎么样 再去帮助下一个人 怎么样再去 跟他们做一些沟通 所以我想其实 这里面我最深刻的 还是在这个 情绪管理这个部分 因为情绪管理的好 很多后面的这些课题就 比如说忧郁症的问题 就很容易解决了 他就不容易 罹患这样的一些心理疾病 自杀的问题 通常都是因为 心理疾病 心理因素造成的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它都是 一连贯相关的问题 是是是 那师傅呢 就是说呢 他这个人生必修 七堂课里面 包括情绪管理 沟通艺术 亲子教育 人际关系 感情世界忧屈 自杀 当然很多他都不是亲身经验的 但是因为师傅不停地做一些辅导工作 还有是资商工作 所以他在二十几年的经验当中 他能够就是从情绪管理开始 他能够跟着底下的 佛法 还有加上佛法 那师傅 我相信就是说 佛法对您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对因为佛法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学 而且是高层次的 更解脱的这个心理学 所以它是帮助众生解决困难 给予快乐 我们讲慈悲 所以其实佛教本身就是在 帮助人能够让他的心得到解脱 所以当然佛法对我做心理资商 做心理辅导 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是的 那么师傅 佛法是在辅导和资商上 对他帮助最大的一件事 是的 然后我想请问师傅 就是请问师傅 什么是快乐 什么是快乐 佩地师姐 什么叫快乐 那师傅 你本身 看起来是很快乐 那师傅 为什么会快乐呢 你应该会快乐 佩地师姐 好吗 快乐 快乐我觉得 我其实比较不喜欢用快乐这两个字 因为我比较喜欢鼓励大家去学习自在 这个不是要推销我的书才说自在 因为佛教这个 这个佛教自在就是一个最好的祝福 为什么 因为快乐其实它有一个相对性 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得到了叫快乐 这个东西不见了 失去了 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聚会唱歌 就觉得很快乐 时间到了要回家了 就觉得 对就分开就有一种失落感 但自在不是 自在是我现在要去唱歌了 我就享受到这个唱歌 我要回家了 知道世间都要结束的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都要结束 我也要回家了 这个时候 我也很自在 对对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心境 但是不免俗的 其实大家还是喜欢用快乐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如果你要用快乐这个词 就是尽量让自己保持在 即使是遇到了逆境 遇到了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可能曾经赚了一笔钱 后来又慢慢把这个钱花掉了 你要告诉自己说 我还能够保持一样的 只要留得青山寨 我能够继续的再努力 我还有下一波的这个人生 去努力啊 工作啊等等 所以这个快乐 其实不要把它只定义在一种 我那天演讲当中也讲到 就是如果是要靠外在 给你的快乐 快乐 那个都是很短暂的 一定这种快乐自在 是要从内心像那个涌泉 泉水一样不断的 不断的涌出来 对那其实 这个简单来说 就是你的整个理性跟感性 各方面是处在一个很好 很协调很平衡的状态 那种就是自在跟快乐 但是不要靠外在的 对 尽量不要靠外在 嗯 那师傅就在黄伟问他 就是什么叫快乐 其实师傅就是说 其实用快乐不是最正确 因为呢 你快乐有失落 哈哈哈哈 但是呢就是说 最好用自在来形容 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在顺境或者夜境当中 你都可以自我调节 这样才叫自在 嗯 多谢师傅 那我也都想问一下师傅 就是说 他在接触这么多的辅导 啊 和基数啊 当中呢 有哪一件 个案是特别 人长 三个 哪一件个案 师傅您辅导啊 资上这么多的人啊 印象最深刻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个案其实非常的多 有的是青少年的个案 有的是婚姻的个案 有的是这种 包括他自己的抑郁症 忧郁症的问题的这种个案 但是我遇过一个 很特别的个案 就是曾经有一个 就是等于丈人啊 这个打电话给我 他说 哎 我有一个媳妇 要准备嫁到我们家来 嗯 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媳妇 但是最近好像身体生病了 好像被鬼附身了 哦 然后精神不正常 我说 好啊 那你就带过来 那时候来的时候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 加上他的未来的公公婆婆 还有他的这个 先生 先生 未来先生 结果后来 我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发现这女孩子 好像有时候很正常 有时候不正常 嗯 然后我发现 如果一个人 真的是有一些 说不太正常的 这个所谓的附身状况 应该不会那么快的 在几分钟之内 能够一下子正常 一下子不正常 所以呢 我就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我就告诉他说 哎 你现在是用正常的人 在跟我说话 还是用另外一个人 在跟我说话 哎 他弄了一下 我从他弄一下 我就发现 他被我说中 但是我不揭发他 因为我觉得揭发他 对他是很不礼貌 就是对他 因为他妈妈还坐在旁边 然后他妈妈那时候 就突然间打了他一下 说你是装的 我就说没有 他可能不是装的 然后我还替他掩护一下 这时候他就哭了 他就说啊 我不想嫁 我暂时还不想嫁 我对这个男生 还没那么深厚的感情 你们就一直要叫我结婚 所以我装了以后 你看现在那个对方的 这个就是我的准公公婆婆 就很害怕 害怕我嫁进去 而且我爸爸从小都对我 也是常常骂 因为我最近这样子的情况 他都对我好客气 我就觉得继续这样下去日子 还蛮好过的 所以他就忠于谈 那好了 我就说好 这个我可以帮你 他就说啊 谢谢法师 等到他把家人都进来 找进来以后 这个我就跟他 他公公婆婆就问我说 你觉得我这媳妇可以嫁进来吗 我说现在不太适合 他说对对对 我们也觉得不太适合 但是我说他要调养一阵子 以后要不要结婚 你们要 这两家要不要结婚 以后再商量 没关系 然后呢 这个讲讲讲 然后他 我就跟他爸爸说 你对你女儿啊 这个这阵子也关心的很多 然后对对对 他身体不好 我对他很好 我说对对 所以你要继续对他好 不然的话呢 他身体如果再严重啊 这个以后我也没有办法 就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这女孩子就打电话说 法师我可以到扬州去做义工 我身体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也不用嫁人了 他爸爸对他也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 心理咨询会遇到很多的状况 但是这个每个个案都不一样 嗯 没错 那师傅呢 刚才讲的个个案呢 是非常之特别的 就是呢 有一个夫家呢 就是就来接一个媳妇回来呢 那但是呢 原来未来媳妇呢 其实不是很想嫁 不是很想接受这一头婚事 于是乎呢 就有点点装风 那师傅其实是看到的 不过呢 就也都是固存大家的一个大局 和大家的面子 大家的心态呢 就也都没有揭穿这件事 但是呢 在中间呢 就调解了呢 是令到这个女子呢 就是不用说很不愿意这样嫁过去 也都令到她和父母呀 这个之间的关系 亦的关系 亦的关系 亦都是很好 就是原来呢 师傅在这个辅导的途中呢 就是亦都会经历很多这些故事 我想我们到了这个时间呢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呢 我们继续和师傅请法 好 我们再次欢迎听众朋友回来 我们欢喜自在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很开心啊 因为有呢 就是心情开朗 还有呢 就是特别乐观的 唯欢法师在我们当中 那么我们当然呢 也都请到王伟呢 和我杨佩欣 一起来做这个联播节目 我们在心灵花院里面呢 其实呢 就已经访问了师傅很多的问题 当中有一个问题呢 我想也都带给我们粤语听众的朋友 就是说 我们刚才问师傅 他有什么因缘呢 令到他决定出家 那么师傅18岁就出家 是的 出家之前呢 他是参加了两次的这个短期出家 那么他呢 他也都觉得佛法呢 就是真是广博精深 也都很想呢 就是趁大师那时候六十几岁了 就说趁大师呢 就是可以做他的导师 那么他就追随大师出家 那么我反而呢 就是王伟 我很想知道呢 其实他18岁决定出家 不知道是不是他玩玩玩的 那么他父母是怎么看的呢 对啊 师傅您当时决定出家了呢 您的令尊呢 父母亲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般很多要出家的人呢 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对其实我父母很同意 因为我觉得我父母的观念很开明 他说啊 其实孩子只是来跟我们结缘 但是不是我们的财产 所以呢他对于我们三个兄弟姐妹 对他常常跟我们说 如果你们三个都要去出家 我们也同意啊 但是我哥哥姐姐他们说 他们留着一样是护持佛教 做一个在家居士 所以我那时候是自己想一想 决定了大概晚上睡觉前 我就想通了就决定了说 我要出家 然后那时候大概已经半夜快一点了 我就去敲我爸爸妈妈的门 然后他们都睡了 然后我就他们对他们就吓一跳说 哎你身体不舒服吗 你有什么事情 对发高烧吗 对我就说没有 我有事情跟你跟你们商量 跟你们报告 然后他就说明天再说 我说不行 今天晚上就要说 然后呢他们就开门 开门就坐在床上 然后我就说 他们说什么事啊 我说我想跟大师出家 他说你想清楚了吗 再说一次 再说一遍 他说我们刚才好像没有听得太清楚 他意思就是你自己要再 对你自己所说的话要负责任 责任 因为出家这个路啊 就像一个箭 弓箭射出去就是往目标走了 你不能箭再射回来 这个箭再射回来就伤到自己 自己没错 这个我父母就说 哎你再说一次 我们再听一次啊 我就说我想跟随大师啊 学习佛法出家 你知道我父母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两个就坐在床上热烈鼓掌 他们说哦太好了 所以我出家的时候啊 我们的亲戚朋友 大概有两百多人到佛光山去庆祝我出家 就像那个娶媳妇跟嫁女儿一样 还在潮山会馆办桌 办喜事 因为这个其实出家也是一个喜事嘛 没错对 我觉得你很幸运哦 其实威欢法师是很有福报 这个家庭给你的支持 很有福报 因为原来威欢法师的令尊雍和令寿堂 他们都是很开明的佛教徒 还有很有佛法 因为他认为子女在这一生当中 就是和他在这一世有过这样的姻缘 但是其实呢 就是出家是一个福报来的 所以当时威欢法师就半夜一点几钟去敲门 说给父母亲听说我要出家 父母就很同意的 不过就要他真的想清想错 你一言计出 你就是要向着那个目标去 不可以说朝令夕改这样 所以呢 还有就是鼓掌赞成 接着就是多数年 两百多人 两百多人 二百多人去庆祝他出家 哇 摆酒那样好像草嫂嫁女 哇 非常有福报啊 真的很羡慕啊 我希望所有决定出家的父母 都是这样做啊 希望大家都有这么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姻缘啊 是啊是啊 嗯 王蔚 我刚刚看到你在这里哼了一支歌 其实呢就是有点恩怨的啊 原来就是威欢法师呢 為何他有校園王子的美譽呢 原來他去了七百多所學院 裏面做講座、情緒管理、諮詳、輔導 於是人家冠語這個美譽給師傅 叫他校園王子 而且師傅出去弘法、做講座的時候 很輕鬆 而且在年輕人面前要引起他們的興趣 自然要用一些他們喜歡的東西 例如歌唱 但你又不可以唱古老的樂曲、和梅吊等 他們不喜歡 所以師傅有一個特技 他總之就是你們喜歡聽什麼 原來有一次我記得師傅說 他唱什麼吊什麼吊 師傅就請了年輕人上台 你們唱給我聽 原來他們當時所流行的就是 劉德華、張惠媚 對呀 師傅 不如今天我們又來一段 我曾經聽過你表演過的石灰淫 師傅 我剛剛就說 像我們的歡喜自在的聽眾朋友 師傅 那講呢 您在校園去講座的時候 講演的時候 要引起那個年輕人的興趣 對 那你就用他們熟悉的曲調 來唱這個石灰淫 那今天會 是不是我們聽眾 歡喜自在的聽眾朋友 也有這個福報 能聽師傅表演一次 而且您要用我們的聽眾朋友熟悉的 例如劉德華那些歌調 來唱一次好不好 其實這個調都是學生教我的 因為我剛開始去都唱黃梅調 像什麼楚流香 結果發現 學生都聽不太有反應 我說你們有不同的調 上來唱給我聽 這個學生就排隊 因為有獎品 我都在準備獎品 結果第一個教我唱的 就唱這個劉德華 那個二十年前 那時候他一首很紅的歌 叫做《忘情水》 對 我聲音喉嚨不是特別好 可以跟大家結結緣 好好好 好好好 鼓哩鼓哩 哇 忘情水了 變了 師傅 你這樣不行 下一次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不敢用這個 校園浪子來自稱 你現在已經不是了 你現在已經不是浪子了 你現在已經不是浪子了 他現在是三場公子 三場公子 那師傅很難得來到多倫多 是吧 跟我們聽眾朋友 就是結緣 那既然來到歡喜自在 節目裡面 是不是要講廣東話呢 那師傅要不要 你講幾句這個 你剛剛才學的這個廣東話 跟大家來問 問候幾句呢 講得不好 請大家多多見諒 這個常常聽到的就是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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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好過王蔚了 大家吉祥 吉祥 吉祥 對 大家就這些吧 還有 師傅講得最標準的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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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好啊 其實我們多倫多的聽眾朋友 真是很有福布 今次就是 衛寬法師在白亡之中 來到跟我們講這個 情緒管理的講座 就是吸引了 差不多三百位信徒來到 我們走廊全部都站滿了 大家就不用擔心 如果好像王蔚錯過了的話 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因為我們在三個w.fgs.ca這個網站上面 就是真的要上去去欣賞師傅這個 為我們的開示這個講座 在裏面真的帶出很多很多的 我們生活上很重要的意點 是啊 其實Pete師姐 其實我真是很希望 福布法師呢 下一次可以有時間 再來我們這裡多多多 希望福布法師下一次 他會來多多多 好 讓我不要錯過這一次 下一次的講座這麼好的機會 是啊 因為其實衛寬法師的講座 有一系列 他今天就幫我們講了 這個情緒管理 其實就是題目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師傅在諮商方面 就是有很多 整個系列的 有七個系列 希望下次師傅來到的時候 是跟我們講其他的一些題目 例如溝通藝術 親子教育 人際關係 感情世界 但是憂鬱症現在都很熱 這個題目 還有就是為我們的聽眾朋友 開始一下 好了 到這個時間 我們不要忘記 提醒聽眾朋友 就是要記住 3月23號 上午9點半開始 到12點半 東倫多佛光山子 舉辦大悲燦法會 4月6號 會有清明法會 大家需要查詢的話 可以打電話來 905-814-0465 還有就是3月23號 上午做完這個大悲燦法會 記得馬上吃點午餐 就要去市家寶888號 Progress Avenue 台北經濟文化中心 那裏 永古法師有一個講座 叫做與幸福有約 如果大家需要查詢更多資料 或者想重溫今天節目的內容 可以上我們的網 3.w.fgs.ca 也可以致電是905-814-0465 假如你們對節目 或者任何佛光山佛光會的問題 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info.fgs.ca 我們再一次 多謝維芬法師訪問 再次非常感謝 霍芬法師今天 這麼有時間特別抽空 來跟我拿資源 我要說什麼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再見再見 好聰明師傅 你看說廣東話聰明過你 是啊 我們再一次 多謝維芬法師 多謝聽眾朋友的收聽 我們下次的節目 再和大家歡喜自己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感謝余事我聞 佛光文教 音樂提供 多謝維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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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維芬